公交司机杨师傅也很暖心 他和妻子自制了28个座椅棉垫 让乘客告别了冷板凳 杨师傅说 自己开了30多年的车 公交车就是他第二个家 看到车里有空坐 大伙因为太凉都不敢坐 于是他就和妻子采购布料和棉花 给座椅量身定做了棉垫 暖心之举让寒冬多了一份温暖